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看这个单位现在这么简约时尚 其实是围处于一座 约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旧楼 未装修之前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本顿的单位实用面积大约三百尺 其实居住的人数大概三个 一对夫妇和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原积它本身有两房间隔 还有一个厨房厕所 其实它本身这个单位的缺点 就是工作空间被很多房间隔住了 令到整个空间都很暗 第二样就是居住可能比较少煮食 因为始终可能它的家人在附近 所以它说的厨房不是很需要 有很多的东西 还有第三样东西 始终它以前住四五八尺的屋 和家人一起住 以后搬到新的单位始终小了 它有一定的宅 所以我们设计方面 都预留了些空间的储物 为了满足屋主的要求 设计师将原积间隔 作出了很大的改动 新设计主要将客厅和饭厅之中 房间和功能性空间 就分别放在单位的左右两边 本身这家屋有一定的历史 面对了很多流水问题 但它这个单位的好处就是 它的窗位比较大 在装修时 简缺它的流水问题之余 和改成一个落地的大窗 而屋主其中一个要求 其实它想更加光亮 更加开圆 所以新规划 我们将客厅看起来更加开圆 而且加入电视櫃 也是白色 令整个空间就不像以前那样 今次我们的电视的 我们的早盒柜 其实收藏了很多东西 就是业主储物的重点空间 因为刚刚说过 小朋友可能比较多玩具 比较多的名书 所以小朋友的东西 就可能会收纳在这个位置 还有我们的面料都用了白色 原因就是白色会令到 空间光亮一点 以及可以收拾到它本身 门与门之间的门缝 今次的电视櫃都做了隐藏式设计 既可以省空间之余 又可以减少小朋友撞伤的机会 我站在这个位置 其实原汁是一个厕所的位置 新规划 我们将原本厕所的位置 大约我手的位置 就拆了去推高床外 改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原因是 开放式的厨房 就可以令到新规划的客厅 空间这样大一点 和多一点不同的空间 开放式的厨房 物料和颜色 我们主要是桌面和桌面 都用了石英石 因为石英石的密度比普通人造石的密度高 所以屋主用起来便会更加用 黑色是因为可以加入笼具 洗手盆和笼头 看上去都更加一致性 和会有主体的感觉 再配上墙面的白色 而我站在这个位置 本身是一个厨房的空间 这个间隔大约在我手的位置 新规划我们把这股间隔拆掉 再推入间隔进去 改成一个厨房的空间 而去到另一边 我们追平了开放式的厨房 整件事一看下去 会拉大了下饭厅的空间 原积我坐在这个位置 其实是一个饭厅的空间 因为始终我们整间屋都重新来过 门的另一边 左手边我们改成一个主人房 主人房里面 这一边就是一系列 大约两米长的衣柜 而另一边我们也预留了一个五尺的床箱 而地台也做了一个地台的储物柜 床的另一边 其实我们挖了一部份的位置 例如靠窗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高身的杂物柜 偷到旁边的储物房的空间 而你会看到 这个柜的旁边 我们也用了一个围门的面料 原因就是单边的床 如果直接睡到墙身 会比较容易积租 因为屋住比较多 我们腾出了一间储物房 而这间储物房 刚好夹在客房间的中间 所以新的设计 我们用了暗门去修饰了这间房 我坐在这个位置 其实原积一个客厅的位置 新的规划我们改成一个小朋友房 因为始终小朋友更小 我们尽量地做一些订阅储 现在这个时刻 暂时是它的门落室 将来就是它的小房 暗门 明天 闲 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